股神巴菲特乃是全世界有史以来通过股票赚取最多钱财之人 也是唯一一位凭借股票成为世界最富有之人 在2008年的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中 他曾以621亿美元登顶世界首富之位 接下来 让我们一同来瞧瞧股神是如何成就其股神之名的 巴菲特出生于美国内部拉斯加州奥马哈市的一个证券推销员家庭 由于自幼身受家庭氛围影响 巴菲特从小就极具投资意识渴望赚钱 他曾在朋友面前立志要在30岁之前成为世界首富 巴菲特对股票情有独钟 当其他孩子都在玩各类小游戏时 巴菲特却一门心思专注于华尔街的股市图表 像大人那般专心致志地绘制 研读各种股票的波动曲线 画得有模有样 让父母都为之惊叹 5岁那年 巴菲特在家外面的过道上摆了个小摊 向过往行人售卖口香糖 后来他改在繁华市区卖柠檬汁 难能可贵的是 他并非单纯蛮乐 9岁时 巴菲特和拉塞尔在加油站统计苏打水机的瓶盖树 并将他们搬运储存到巴菲特家的地下室里 这可不是一个9岁少年的无聊举动 他们这是在进行市场调研 想知道哪一种饮料的销售量最大 他还到高尔夫球场上寻找用过但还能再用的高尔夫球 细心地按照牌子和价格整理出来 再卖给邻居 然后从邻居那里获取收益 巴菲特和拉塞尔还曾担任过高尔夫球场的球童 每月能挣三美元的报酬 拉塞尔的母亲曾向巴菲特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想挣那么多钱 这个孩子回答道 我知道不是我想要很多钱 我觉得赚钱并看着他慢慢增多 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少年时代的巴菲特有一本极为喜爱的书 赚到一千美元的一千种方法 这本书通过一些白手起家的故事 来唤起人们创造财富的渴望 巴菲特沉醉于创业成功者的事迹中 想象着自己未来成功的模样 仿佛站在一座金山旁边 而自己显得那般渺小 他牢记书中的教导 即刻开始行动 不论选择什么 千万不可等待 在巴菲特11岁那年 他被股票深深吸引 他从身为股票经纪人的父亲那里 拿来成捆的股票行情磁带 将它们铺在地上 用父亲的标准普尔指数 来解读这些报价符号 随后他鼓动姐姐和自己一起购买股票 他们合资买了三股城市服务公司的股票 每股38美元 他满怀着信心等待出售获利 然而这只股票却不断下跌 姐姐十分气愤 不断埋怨他选错了 幸运的是该股票价格很快反弹 上涨到40美元 小巴菲特有些沉不住气了 将股票全部出售 赚了6美元 正当他得意之时 这只股票价格飙升 姐姐又埋怨他卖早了 几年后 这只股票竟涨至200美元 这让他明白了投资优质企业 并长期持有的重要性 巴菲特还曾担任过 华盛顿邮报的发行员 他每天早上要送500分报纸 这就需要他在5点24分前离开家 偶尔当他病倒了 母亲丽拉就会帮他去送 但他从来不让母亲动他的钱箱 那是他的一切 根本不敢让人去碰他窗前的那个抽屉 每一分钱都必须好好的待在那里 这时的巴菲特就展现出了 与他年龄不相称的商业头脑 他规划了最高效率的送报路线 而且还在送报时进行推销 为了防止读者赖账带来的损失 他免费给电梯间的女孩送报 一旦有人要搬走 女孩就会给巴菲特提供消息 巴菲特很快就把送报业务做成了大事业 他每月能够挣到1705美元 1945年 14岁的巴菲特在父亲的推荐下 用自己在送报公司所存下来的1200美元 投资到了一块40英亩的土地上 并且将这些土地转租给电农 到了高年级的时候 巴菲特和善于机器修理的好朋友唐尼 开始在理发店设置弹珠机 他们和理发店老板五五分成 生意极为红货 规模还时常不断扩大 然而 巴菲特并没有被利润冲昏头脑 他总是很冷静地选择在较为偏僻的地方设置 以防被地痞流氓控制他们的生意 富裕的家庭以及早期对投资的接触 对巴菲特有着极大的助力 正因为小时候的炒股经历 锻造出了巴菲特坚定长期投资的心态 进入高中后 巴菲特一边学习一边炒股 兴趣愈发浓厚 越来越倾向于到大学攻读金融学 在这期间 巴菲特在股市获利达9800美元 这笔钱是他日后赚钱的种子 是致富的孵化器 大学期间 巴菲特特别最新于投资知识 得知金融教父本杰明额格雷厄姆 在哥伦比亚商学院任教 于是申请到该校就读 并于1951年获得了经济学硕士学位 大学毕业后 格雷厄姆邀请巴菲特 到自己的投资公司工作 巴菲特自然是欣喜万分 他仔细研究股市导向的杂志 以教授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来寻找那些被格雷厄姆 称作烟地的股票 所谓烟地 就是其股价十分低廉 花很少的钱就可以买到的股票 当他确定了股票后 就会像格雷厄姆那样 力所能及的购买 四年后 巴菲特将股市投入的 一万美元变成了四万美元 有人认为巴菲特 只买技优股不买垃圾股 其实 巴菲特的第一桶金 恰恰是在烟地股上赚到的 巴菲特大学毕业后 跟随格雷厄姆教授一段时间后 觉得自己已经能够独立行事了 他决心开创属于自己的事业 挽聚了格兰姆教授的挽留 辞职后 开办了一家巴菲特投资有限公司 资产是其炒股所得的四万美元 股东是他们夫妻俩 在创业之初 纽约证券市场波澜壮阔 巴菲特将主要精力用于创办实体公司 小游戏等 但并未致富 一段时间后 他果断回归 这并非仅仅因为他的天赋与兴趣 而是源于金融投资 他密切关注股市的动态 精心挑选那些常常被人忽视的股票 同时经常进行实地考察 并加以分析比较 巴菲特有极为敏锐的市场眼光 能够比其他人更早地洞察到炒作题材 1962年 巴菲特将几个合伙人企业 整合成一个巴菲特合伙人保险公司 他的合伙人公司资本达到720万 其中有100万是属于巴菲特个人的 最低投资额度扩大到10万美元 而就在这一年 巴菲特开始购入伯克希尔和哈萨维公司的股权 伯克希尔是一家大型的控股子公司 其产业日益衰落 该股票的市场交易价格低于公司的营运资本 巴菲特最终结束了合伙人事业 全新投入到伯克希尔的经营中 由于纺织产业已难以实现盈利 担任伯克希尔副总裁的查理 芒格认为这次收购是一大败笔 巴菲特也自认这是其历史上的愚蠢大错 并认为若当时将所有资金直接投入保险事业 现在的价值会是两倍以上 然而 巴菲特巧妙地运用该公司多余的现金 勇于收购私人企业 以及买进公开上市公司的股权 使得伯克希尔成为全球最大的控股公司之一 巴菲特的策略和新式保险公司 主要着眼于其庞大的现金储备 这是保险公司为应对未来理赔所需而必备的 提纯的预备金 即那些并非为保险业者所拥有 但却能够加以运用以获取投资收益的资金 1966年 美国股市一场火爆 但巴菲特却深感不安 尽管他持有的股票表现都很不错 然而却发现难以再寻觅到符合他标准的廉价股票了 股市上的疯狂投机让投机家们收获了横财 但巴菲特却毫不动摇 因为他觉得股票的价格应当建立在企业业绩成长 而非投机的基础之上 1968年 巴菲特公司的股票取得了其历史上最佳的业绩增长 增长了59% 而道琼斯指数仅增长了9% 巴菲特掌管的资金上升到了1.04亿美元 其中属于巴菲特的有2500万美元 同年5月 当股市一片繁荣之时 巴菲特却通知合伙人他要隐退了 随后 他逐渐清算了巴菲特合伙人公司几乎所有的股票 并将资产转移给他的合伙人 支付的资产中包含伯克希尔公司的 1969年6月 股市急转直下 渐渐演变成了股灾 到1970年情况更为糟糕 在1970年至1974年间 美国股市犹如泄气的皮球 毫无生气 持续的通货膨胀和低增长 让美国经济陷入停滞 然而 曾经失忆的巴菲特却暗自欣喜 因为他看到了机会即将滚滚而来 他发现了大量的便宜股票 巴菲特又将目光投向了报刊业 因为他发现拥有一家知名报刊 就如同拥有一座收费桥梁 任何顾客都必须留下买路钱 伯克希尔开始在股票市场购入 波士顿环球报和华盛顿邮报 并加入了股东会 巴菲特的介入让华盛顿邮报 利润大幅增长 每年平均增长35% 之后 巴菲特开始购入可口可乐公司的股票 以每股10.21美元的价格 购买了该公司7%的股份 这将成为伯克希尔最赚钱的投资之一 并且他至今仍然持有 截至2019年2月 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是按市值计算的标准 普尔500指数五大公司之一 并且以其历史上最为高昂的股价而闻名 A类股每股价格约为30万美元 伯克希尔从1965年至今的累计回报高达24726.3倍 而同期标普500指数的累计回报仅有150倍 股神之名巴菲特可谓实至名归 倘若在1965年将1万美元本金投资于伯克希尔股票 那么累计价值至今已远超2.41亿美元 巴菲特是有史以来最为伟大的投资家 他凭借在股票及外汇市场的投资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富翁 他所倡导的价值投资理论在全球盛行 价值投资并不繁杂 巴菲特曾将其归纳为三点 把股票视作众多微型的商业单元 将股市波动当作你的朋友而非敌人 购买股票的价格要低于你所能承受的价位 从短期来看市场是投票器 但从长远来看它是一架称重器 实际上理解这些理念并不困难 然而很少有人能够如巴菲特一般 数十年如一日的始终坚守 同时巴菲特也是一位伟大的慈善家 按照美国福布斯杂志最新发布的2019年全美前400大富豪慈善排行榜 现年89岁的巴菲特再度蝉联榜首 他自2006年起便开始进行慈善捐款 其捐赠总额达到令人惊叹的388亿美元 约相当于他身价的三分之一左右